看完這個路那麼小一點 我們要走很快一點 每次都過一個 農民小心翼翼的穿過圍裡 小小的出入口 緊容得下一個人的寬度 國道六號的完工 為交通及觀光帶來許多利多 可是在國慶鄉大石村 國道六號21至22公里處 橋墩下的農地 由於設計不良 鐵絲圍裡將農地封閉 長期影響農民進出耕作 本來這就是我們的地坊 他就做那個高速公路 像這樣用起來 我就不知道用起來就沒有路 不然甘願的時候 他就說沒有路 我們就像這一點路好過而已 裡面都蒸水果 所以說我們就不能過 農作物要拿出來沒辦法拿出來 很麻煩的 就是麻煩 現在農地有過了 弄不會過了 不然拜託那個路 不然如果我們不要去用 也不要塞 這樣我們會當那個路 我們就很開心 裡頭種植的香蕉及酒質等農作 作物 由於出入口實在有欠 機車農具完全不得其門而入 在農莽時期 也只能靠人工搬運 不只廢時且廢工 加上農民年紀老賣 苦不堪言 議員許阿甘不僅為民眾抱屈 農民看天吃飯相當辛苦 而這大片的農作物是他們賴以為生的經濟命脈 議員許阿甘呼籲公部門 應當從善如流 針對缺失做改善 早日恢復農民通行權益 敦親牧林讓大家可以過 沒有東西 我們鄭先生也對國公局的施工 給予很多的這些幫助 包括野土地 提供給士工丹尉去使用 士工丹尉使用後 要照的時候沒有恢復原狀 給電腦把被贈收的部分 給他們圍起來 還不能過 經過實地會看 及與農民的溝通協調後 國公局工務段也釋出善意 同意研擬改善 將兩坪的土地提供農民作為進出使用 想到災過不久 就可以不用再為了耕作的問題頭痛 農民總算可以放下心中的大使 展露笑容 民意新聞侯一輪 國信箱採訪報導